再过不到24个小时就是洛杉矶地区地方选举投票日 而华人居民众多的盛盖博士还有现任市长廖清禾他来争取连任 虽然呢他陷入了黑寒还有违规指控这些风波 不过最新的调查证据都显示廖清禾他没有违反联邦法 他是无辜的 盛盖博士是议会即将面临改选 而现任市长廖清禾在这次争取连任的过程中 又再一次遭到指控疑似违法利用联邦资源 从事个人选举 不过事实胜于重变 调查结果出炉又是一次恶意抹黑 我只是去一个来宾的身份的去接受颁奖而已 跟这个选举呢违规的根本扯不上边的啦 市府打花纳税人的钱历经两个月的调查 结果真相损弱实出 不知廖清禾是无辜的 而且再一次等到迟来的正义 不过藏在背后的有心人 依然没有放过廖清禾 黑寒破坏旗帜 样样来 这次市长廖清禾的竞选海报 就被人以这种方式来涂鸦 而市长廖清禾也不忘把这个海报拿回竞选总部 就是要实施提醒自己 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市长长调一切的源头 就是来自于敌方建设 庞大的利益冲突 才会让他这一次又选得相当辛苦 不过面对各种挑战 廖清禾新的政一点也不怕 我想是越战越勇 对我来讲的这些都是雕虫小记 然后那些黑寒 我都可以一一驳倒 盛盖博士议员选举已经在最后倒数阶段 在这么多的抹黑风波之后 市长廖清禾也呼吁华裔民众能够在3月7号踊跃出来投票 以上是东西新闻 彭帝罗瑞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盛盖博士也提醒3月7号投票的华人市政府是可以提供专车 接送到投票站的 预约的话可以拨打专线电话626-308-2816 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多加打电话利用